卡丁车赛场 有点小紧张 哈喽 大家好 看到我后面是什么了吗 卡丁车 来给您照第四场 一会儿听广播交号就可以了 协议再往下前流 谢谢 好 好 拿到衣服 然后我们先去换衣服现在 走吧 很多人来过吗 ok ok 我们换好衣服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下去换头盔 选头盔 ok 谢谢 正常操作 我们要先戴好浴帽 这个是什么 护肋 保护肋骨 这是护肋 护肋 这个我跳 好 那咱们现在可以进 走 我们进去 进去进去 哇 可以吗 可以了 有点小紧张怎么回事 一直追 一定不要急 你太急了 你可能会被 便停 好 结束了 刚刚我直接把卡丁车开成了碰碰车 所以在之后再玩的时候就可能慢一点 哦 这是什么 成绩单吗 那我坐在这儿看一下 很难算 就慢了一点点 一点点 很少 我觉得是因为我刚刚可能撞了那几下 所以待会的话超车要从外面超 然后就外内外这种走法 转弯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再快的 对 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拭目以待 有俩巨快 感觉跟车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还是技术原因 油门跟刹车得搭配用 在一些急弯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油门跟刹车的一个配备 一把比一把快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开的时候你就想前面那个车 你就想超它 对 如果你前面没有车 你就想一定要跑不得比它快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在开的时候 你会非常专注的去开这个车 就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今天我们的卡丁车Vlog就到这儿 下次我们再见 下次我要去干什么呢 请多多期待 拜拜 拜拜